你知道现在娱乐圈有哪些高人气小鲜肉吗? 有人马上说到了肖战,也有人说王一博 如今的小鲜肉占据了大部分流量 高颜值高人气的他们风光无限 十位人气最高的小鲜肉,来看看都有谁 第十名王鹤帝,王鹤帝人气在一步步的上升 被称作为是彭于燕与霍剑华的综合体 他有着帅气的外表和坏坏的气质 屏幕中他的每一次装扮,都能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第九名吴磊,同心出身的吴磊一直有着不错的人气 年纪轻轻就主演了众多热门剧集 他将于各个人物演绎得恰到好处 每一个角色都充满着灵气,赢得了高人气和好口碑 第八名李宪,李宪凭借帅气的外形和纯熟的演技 吸引了众多粉丝,他有着超高的人气流量 主演的每部作品都有不错的反响 被网友称为单靠眼神就能传递角色的灵魂 第七名陈毅,陈毅凭借高质量的作品 跻身到了顶级人气行列 阳光帅气的他很有观众员 他是少数将体验和方法结合的演技派 被网友称为古装第一美男 第六名王静凯,作为TFBOYS中的队长 王静凯自出道以来就备受关注,天气一直居高不下 他有着与之年龄相符的阳光气质 梅雨间透露着阴气,给人感觉同容大方又千辛有礼 第五名,易阳千玺 易阳千玺是人气实力兼具的年轻担当 他演戏的悟性灵感特别好 有着深厚的台字工地 深受圈内各大导演的青睐 第四名蔡西坤,蔡西坤是当今人气超高的小鲜肉 他拥有精致的五官和高挑的身材 凭借独特的音乐理解力和超强的创作能力 获得了众多年轻粉丝的追捧 第三名,任佳伦 任佳伦凭借多部热门古装剧《人气飙升》 他是流量与演技并层的演技担当 被称为古装司大美男子之一 正如网友的评论 你可以永远相信任佳伦的影视剧 第二名,王一博 王一博爆红后流量持续走高 他是天生的舞台王者 有着与生俱来的舞蹈天赋 不仅长相帅气而且多彩多艺 获得了众多女粉丝的追捧 第一名,肖战 肖战被网友称为末代帝牛 他的人气和热度已经持续霸榜多年 他一直在不断地挑战各种类型的影视角色 陈青令中塑造的魏无相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谢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谢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